CBA第二阶段 在过后,CBA各队排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具体排名如下 前十排名,辽宁、浙江、广东、新疆、山东、青岛、吉林、山西、四川和广沙 后九排名,广州、北控、北京、深圳、江苏、上海、同西、天津和福建 其中辽宁南兰以15胜二户 高居CBA积分榜第一位 浙江和广东分别位居二三 新疆南兰在墨泰加盟后 球队豪取四连胜 后三场比赛 前锋棋林狂 砍95分 17篮百12助攻 命中率接近70% 场均能命中 七几三分 三分球命中率80.58% 不过 正所为几家 欢喜几家潮 有表现好的球队 就有表现差的球队 比如说北京南兰 作为传统四强之一 这赛季景取得六胜九负的战绩 排名联盟 第13位 在意见连受伤后 CBA已由之前的一超多强 变成了多强争霸 除了未免冠军 广东南兰外 像辽宁 浙江 新疆和山东都有争贯的实力 尤其是辽宁 浙江和新疆 就球队阵容来看 他们完全有实力 与广东匹敌 不过这几支球队实力 虽然都很强 但都有自己的缺点 下面简单分析一下 辽宁南兰 辽兰郭爱伦家 赵继伟家 梅奥家 刘志轩的后卫线组合 在联盟能排竞选三 但球队封建张震林 和吴昌泽太年轻 经验不足 而乔纳森西蒙斯身体素质 固然出色 可外线投射能力一般 另外 他们内线 只有一个韩德军 深度明显不够 浙江南兰 浙江南兰同样 后卫线人才积极 目前 陈帅鹏 陆文博和王一博的组合 真是要啥有啥 但他们的内线 同样一般 而且浙江最可怕的是 外援实力不够 兰兹伯格还好 像布兰登保罗 和拉科赛维奇 有时候还真不如 国内球员好用 浙江外援磨合程度 还远远不够 新疆南兰 新疆拥有联盟 顶级内线和封线 周琪佳 莫泰的内线组合 几乎能完爆联盟所有球队 而麒麟和唐才玉的封线组合 也不错 阿布还在适应比赛 但他们后卫线 还差点意思 要是能再来个组织 得分能力强的小外援 那球队立马成夺冠 最大热门 广东南兰 广东就是少了一键连 内线差点 但他们封线和后卫线实力 都是联盟顶级的 再加上威姆斯 和马上这两大外援 球队实力依旧深不可测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阿老板